呃 ok 大家好 欢迎收视频啊 我才再录一次 刚才好像出了点问题 录了十几分钟 发觉又没声音了 ok 我再确定一次 哈喽哈喽 ok 呃 大家欢迎收视频 现在时间是11月15号2点半了 呃再说一次 呃这个视频讲一下这几个东西 大盘石油环境 然后中美贸易谈判新的进展吗 那么昨天的上一个视频是负面的新闻吗 这个视频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这中美贸易的谈判每天好像都在变吗 但是今天又变成非就整个从星期四 下午开始又是很多很好的新闻吗 出来吗 跟大家就是解读一下解读一下 非常正面的新闻 然后说一下发电股吧 跟大家说一下 我推荐大家一个网站叫 早期看我视频的人都应该都知道 我就曾经有推荐 推荐一个网站叫做dividend.com 这个网站里面 你可以看到公司的payout ratio 股息的多少 还有就是已经股息已经涨了多少年了吗 还有就是下面他的 股息的一个 平均值 还有过去 过去三年 每年涨了多少吗 呃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dividend.com 因为 如果是买 我首先说在上一个视频有观众问关于发电股的事情嘛 所以我跟他说一下就是 除了发电股之外 还有一个是 房地产投资 这两个板块 因为这两个板块 很多人买这些股票是为了 呃 赚这个income 呃 因为他们股息比较高嘛 然后 呃 股价本身倒并不是非常非常 股价本身的涨跌倒不是非常的 重要 主要是为了股息 呃 实战很大部分 然后我就在这视频跟他说一下 呃 要如何就是用这个网站去做一下分析吗 我觉得 呃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视频可能会都有些人会有帮助啊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用这个网站 因为因为你 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你要用过去他历史上的 股息来衡量到底值不值得买 ok 那么所以说我刚才就讲到我我比得下好几个嘛 包括这个EXC EXC其实我今天短线有 EXC其实我今天短线 呃 有买进去 呃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长线的话 我是不会考虑EXC 我会去考虑这个叫DUK DUK叫DUKE ENERGY嘛 DUKE ENERGY 呃 还今天今天 我当时上个视频说到问题是关于AEP 我觉得AEP的话短线还还可以接受 但是长线我是不太愿意 OK DUKE ENERGY DUKE ENERGY它现在股息已经涨了12年了嘛 现在股息是白了4点几 OK我等下再 呃 细细来谈一下 呃 然后 再回答一下阿里巴巴CYP CYBR跟那个SYSCO 呃 今天我们来分析SYSCO 然后说一下SYSCO我今天没有买进去嘛 因为今天SYSCO它的降幅太夸张了 因为我买股票并不是说股票将来越多越好 这个 这个是千万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我平时经常做反弹嘛 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 会觉得我好像都是很喜欢买股票越低越好 那完全不是这个概念 我买的股票就是今年要在support附近的 是吧 或者是resistant 或者准备要突破的附近 要么就做反弹 要么就突破 所以说我一般来说在关键的价位 就是市场有反应 有长期有反应 那个附近的价位 我在考虑要不要买嘛 而并不是说股票降的越多越好 像今天的话SYSCO它那个降幅 一开盘就降的太夸张了 后来就一直降一直降不停的降 所以说我就不考虑买进去了 OK 我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我在我当时看了很多 我看一下SYSCO的一些业绩报告吗 我感觉我很难形容嘛 这个到底可不可以长线投资 因为他这个公司的CEO啊 非常的悲观 这次业绩报告出来啊 他对他就是说对公司的前景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比较悲观 然后呢 但是我看了看他的成绩业绩报告 也不是很差 我觉得也不是很差 那再来说吧 看看 好最关注一下这些股票 今天的话 GILD啊 我只有 我有两个字来形容 叫悲剧 就是 我之前不是前几前 上个星期多 上个大概有买了七八天嘛 当时已经涨了 差不多有 三倍于我的 Risk Reward嘛 我当时考虑到 几乎快要达到四倍了 我原来是目标是在那个位置嘛 结果 结果过了几天 一直这样一直这样 今天甚至还打到我的止损 结果打到我止损之后 价格马上又反弹了 呃 然后我出现一些问题 我当时好像是十点多被止损 十点三十几分 我当时刚好有事情去 去做事情了嘛 然后我就没有再买进去 然后通常情况下 我可能 我如果当时 发现啊 我可能还会再 我应该是会再买回去 就像前前天的那个我的IRM IRM我止损之后又买进去嘛 所以说今天的话 大家就看到IRM涨了挺多的 所以说这件亏了又回来了 但是GILD我今天就是 没有再买回来嘛 这个这里我在 我在做深度的思考跟反思嘛 就是说能不能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何做到一天 就是早上到九点 就是白天都能够感应到 知道吗 就是也其实我回想起来 当时我其实手机 有看到我这个GILD被止损 但是我没有去打开股价 去看看什么情况 所以说我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我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就是以后每次股票被止损走 都要回去看一看 就是过 就要都要看一看 有没有 有反弹的 有时候 大家知道 我说股票 如果 降了很多 马上有反弹 有时候 我还会再买回去嘛 所以说 这个我今天到 今天是我脑中想的最多了 昨天是UNH 今天是GILD嘛 我一直在反思 在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嘛 这个GILD如何 如何把握 下次能够再出现这种同样的情况嘛 好 等一下跟大家就已在 就很嘴上就说 可能不是很清楚 等一下我就用图表来看吧 OK好 就现在就 看一下大盘快速看一下 刚才其实录了十几分钟 后来发觉没有声音了 现在又录了一遍 那大盘呢 现在就是继续往上走 已经到了最高点嘛 回想起来 今天的话 价格见到这里 后来到了设定 就一直往上冲 冲到最上最高点 但是这里确实有 这里的阻力会 效率比较强一点 这里的阻力很强 效率会强一些嘛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明天的话 我如果能够长 如果能够 我感觉明天应该 基本上就在这一带 等一下 应该来说就 要怎么搞呢 OK 应该来说就在这附近的吧 我觉得很难再升上去了 哇 这个这里 这个地方阻力有点强嘛 我看一下 我们就接着看的吧 嗯 嗯 对 基本上这样子的 现在大盘 我就跟大家讲过嘛 现在大盘自从 超过了这个地方 就我们做一下 简单的快速回顾一下吧 呃 我跟大家讲过嘛 这里就是之前的最高点嘛 呃 之前有很多人想要做空嘛 还有一些人问我 大盘能走多高 后来我跟大家讲过嘛 这里就是突破 很典型的突破 你一旦突破了这里嘛 接下来就是没有阻力的 这里就是 现场已经没有阻力的嘛 也不知道他能长多久 呃 不要去 那么我们怎么怎么 怎么搞呢 就是像我是这样子嘛 就是如果你回想起 回回顾我这 这两个星期的视频 你应该有印象 就是 一般情况下 如果突破了操作吧 就是你突破之后 你止损是在下方一点嘛 然后就 给他长个几倍嘛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 长一倍就撤 那就 我一般来说 不可能长一倍就撤掉 呃 除非有特殊情况 所以说你这里 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你就等 等到他新的形态出现 所以说你可以注意到 在这一段时间 逐渐有新的形态 逐渐诞生了嘛 所以说你会发觉 这里又形成一个新的渠道趋势 呃 我就直接全部删掉吧 是不是 你这样子 你看到这地方 呃 都是很好连接的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一段就是 现在有个新的阻力在这里 呃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能非常 这里 我估计 明天 或者说 明天早上 可能有很多人 会在这里做空 我估计啊 很多人会在这里做空 他们就期待 这里往下走 我觉得我其实 我也觉得几率也挺高的 呃 这里有个防线是在 呃 大概在这个部分 现在一个 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防线 是在 三千零 三千零九十 三千 反正就这附近吧 三千零九十七 九十八 这附近有个比较 比较大的阻力 然后接下来就要轮到下面这个阻力 下面这阻力 我们接下来就看着办吧 呃 还有之前就是这个地方 呃 三千零七十几吗 这个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吗 OK好 基本上就是情况 我们就看一下石油 石油的话 跟我昨天上一个视频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 呃 先撤掉吧 就这一段吗 这一段 昨天的话 再次我暂时视频讲这里吗 讲到这里的话 我估计 我说 这里可能会下降 所以说基本上就跟 原来预期的可能会发生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呃 这里就没什么可买的点吗 就等到他能不能见到这下方你再考虑 黄金的话 经过刚才看了一下 黄金起此刻表现的 不太好啊 不太好 就不管他了 反正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没什么可说的 就看就等待他能不能够涨到这里吧 1480左右 OK 这里的话 今天我的GDX好像有涨了点是吧 那都不过有点不妙 估计明天又要下降了 明天因为 明天开盘肯定要降一些了 那我们反正继续观察环境会怎么样 呃 现在说一下这个新闻 主美贸易的最新进展就是 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的吗 叫Naricolor说 Face1Dio 已经进入了Final Stage 差不多了 嗯 还有就是关键的信号 就是有 OK 我说了就新的进展主要有两个地方吗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叫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讲得很好 OK OK very very close 是会有影响的人吗 他的讲话会影响到川普的决定 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吗 一个经济一个顾问 川普的经济顾问 白宫的顾问吗 他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Final Stage Two Side in the Daily Content 我们可以可能接受 我在这一段其实最关键这句话 我的市场非常非常喜欢 就他们就是中美双方现在每一天都在保持联系 每一天都在交流 OK 这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信号吗 OK 其他就没有什么可以说了 反正就这样子吗 然后Larry Carlos说 我们现在的Dio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非常接近的 你看我看连这个文章都已经讲了 就把这个句话扩好过来 We are coming down to the short straws We are in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em Every single day right now 然后下一个最重要的信号是说到 美国的农产品 农业部门是吧 应该中国这样翻译吧 美国的农业部门 明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时候将会跟 北京这边的关键的人物 在电话上进行交流 OK 对我刚才在哪里有看到 反正就是 我刚才忘记在哪里 OK对对对在这里在这里 大家看看 将会有个电话会谈 在星期五 就中美两边就是 川普非常关注的 因为川普非常需要 非常希望能够 就是得到农民的损票 星期五会有个 他们就继续谈吧 说一下到底要买多少的农产品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这句话 第一个就是说 Nary 卡罗说中美 现在天天都在保持联系 OK 而且第一有非常非常接近的 然后下一个是说 美国的农产品 农业部 现在已经开始 明天星期五 跟北京三年 这个 三年订单的事情 但是现在就是北京要坚持 一定要 把关税要减掉一些 这个北京的坚持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着 还是有一些变数 OK 好 现在就开始回到下 回答一下 这个 说一下发电股吗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先看看Duke 先说一下AEP吧 AEP的话 我就是上个视频 这个AEP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不太好 我觉得 你可以反正我们就看看AEP的情况 AEP啊 过去五年是2015年是吧 价格到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都知道 AEP的 他的这个 业绩报告啊 没有像他股票这么猛吗 是吧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只是很典型的趋势形态嘛 所以说这里就是很适合做短线的趋势 这里一直走上去嘛 一起走上去嘛 是不是 然后 但是他股息啊 就表现很差了 我们如果可以 按照 就是我讲一下过去的历史 我们先按AEP 看一下现在股息是多少 配奥率还不错 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一 但是地位等还三点一二 还股心涨 股心涨了六年 过去的过去三年 每年平均股息涨了 百分之七点二五 在你 你可以看一下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来 是他的股息的发展情况 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之前的话都是在多少 三点二三点几三点七八 是吧 三点七八 现在只有多少 三点一六 OK 三点一二 现在只有三点一二 这样子差不多 所以说 就是我刚才讲过 因为买这种股票 主要是为了股息 股息的话 我后来有学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买这种股息类型的股票 你一定要观察一下 它过去历史的股息的情况 所以说我看来看AEP是不好的 我看来已经做了比较了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股票 就我觉得还可以 还算可以接受的 叫做Duke Energy Duke Energy 它的公司的范围 等一下 No 这么高 Duke OK 我老师跟大家讲 其实也不是很好 很勉强 但是我来看看 其实老师跟大家说 现在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几 我几乎所有 几乎吧 绝大多数的发电这种股票 都价格都已经很高了 我们来看看 就是相比之下 AEP 我宁愿去买 这个Duke Energy Duke Energy 现在股息是4.27 还不错 4以上都不错了 Payout Ratio 75.91 但是不用担心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之前有上 前几个视频有讲过 股息如果达到百分之60以上 都是很危险的 但是有两个板块 是例外的 一个是人员这些发电公司 还有人员股发电公司 另外一个是法律长开发 因为这些公司 特别是法律长开发 有些公司 它是法律的约束 就一定要他们把百分之八九十的 百分之九十几 八十好像九十 我忘记了 的那个获利 全部都要发给 投资人 这是被要求的 就他们的公司结构 政府强行 你要把这么多的获利 给这个股民 还有就包括 包括发电公司 因为发电公司 大家知道 他们手上拿了那么多钱 也没用 所以说他们一般来说 会 但是他们公司的盈利很稳定 所以说他们会把 百分之七八十 六七十七八十的股息 sorry 百分之七八十的获利 全部以股息的形式 发给 发给那个投资人 所以说这两个 所以说这两个是 板块是例外 ok 然后我们来看看 股息已经涨了 十二十二年了 ok 过去平均涨幅是百分之四 没有刚才那个高 但是 我们来看看 历史 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 是吧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如果按照过去五六年的相比之下 你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是吧 它的股息的平均之前 也这里在四点几左右 是吧 这高的时候在 一有 这个叫一有吗 也是在四点几 四点七 高的时候在四点四 四点几 然后这里的话是 反方向向上涨 现在的话是四点 四点二七 其实也不是非常好 但是相对于AP要好很多 刚才AP已经到了底下了 是不是 然后的话相比之下 你看这个DUK的话 它也是 现在至少还是已经到了 回到四了 OK 好 基本上这个情况 然后的话 我跟大家老实讲 就是现在的发炼股 我还是不太愿意去做长线 我还是喜欢去做短线 短线操作 或者说中长线 这样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DUK Energy 我们还从短线 就是有点像中长线 从2019年开始 在这一段 你们可以注意到 这一段开始价格 总是往上冲 所以说 这里如果涨的话 最高可以涨到 九十七八块 所以说 但是这个如果要等的话 可能要等好几个月 如果真的顺利的话 也要好几个月 可能要三个月到五个月 才能够打到四三名 其实我相比一下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还有就是我这几天 买了另外一个股票 就是我手上所拥有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最近的PLD PLD也是这样子 这发炼股 你看这反正是人员股 表现都挺好的 还有就是刚才 昨天前几天看的 OK 还有这个什么 LNT 你看LNT 也已经涨了很多了 这是人员发炼股 ATO也是涨了很多了 是吧 还有什么来着 OK 我们就直接 我就直接说一下OK 刚才我们就之前关注OK 昨天的价格不是很好吗 OK 但是今天的话 我感觉今天的 OK价格好很多 你可回到下回看看 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吗 比昨天好很多了 现在 OK好 就是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个发炼股 就是反正大家你看一看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 你到这个用 这个Dividend 他看网站里面去比一比 他们过去 我个人觉得是至少要五年以上 如果你是真的是长线 我如果是长线的话 我基本上来说至少要看五年的价格 五年以上的价格 然后我去比一比 大概他的股息 跟历史上的平均值在 在什么范围之内 OK 然后下一个再说一下 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个是阿里巴巴 巴巴的话 阿里巴巴问题是 这位上个视频的留言 问题是说 现在阿里巴巴要在香港上市 你觉得有什么影响 我老实讲这个问题很 我刚才有看了CNBC CNBC的评价 就市场认为 对于阿里巴巴来说 这是一个好事情 是个好事情 因为你有更多的资金 大概是准备拿到资金 大概是什么 能够筹到 好像我是一百多亿吧 阿里巴巴 我看一下在哪里 对 能够 今年它是目标是 能够拿到 138亿 目标的话 当然好处是在 能够继续 能够 就是做宣传 然后投资 那公司继续 继续提高效率 各方面 那我们看看阿里巴巴 个股价 我个人觉得 阿里巴巴的股价 不太好 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分析一下 阿里巴巴的 这个长期的股价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比了比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价格已经建下来了 是吧 然后这里又建下来 所以说有点些交叉型的 有一些黄金 就是你看看 这个价格很明显 按照我的操作习惯 我个人觉得 不太好 不太好吗 这里还勉强可以 这里还 这一段还勉强 这里一次两次 这一段还可以勉强 可以杀进去 从这里买进去 可能这里撤掉 如果通常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在这个里买进去 这里卖掉 就是现在 就可能前几天 就已经卖掉了 这里就是做反弹 这一段时间 之前这段时间 做反弹很好 那现在 现在如果做突破的话 这里有很大的阻力 这里有两大阻力 这里是一个是从 18年的6月份 下来的阻力 另外一个是从这一段 19年6月份 这两大阻力 都在这里交叉 所以说我个人 是不太愿意去做 我是不太愿意做 当然如果说 能不能够从这里 再涨到这里 然后再继续往上冲 也有可能 但是按照 按照我过去历史 做教育的经验来说 这种成 这种出现的几率 不是 不是非常的高 就是会有 但是呢 不是不是很 很那个 很很很 很好做 OK 我只能这样形容 OK 我换句话 就是如果 接下来市场 如果有什么不好的情况 发生的话 它这个股价会降得挺快的 很快会降到这下方 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 所以说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只能说我的看法 但并不是说我的看法 一定是正确的 你或者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 是吧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我是怎么想的 然后你自己满 满听一听吧 好不好 但是也并不是说 我说一下 你就不敢买了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到时候你 你等一下真的 在阿里巴巴继续往上走 你等一下又后悔末期 是不是 就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 我可以注意到这里 有些 有些 有些support在这里 在 这里其实有个小的support 但有的人的话 但是这里其实可以 做一个很短线的 就是说当日交易 日内交易 或者一两天 就是说 从这里买进去 止损在这里 这里再测掉 这里可以做一个 很短的单子 但是你要是说 准备买进去 放那个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或者长期 或者 长期的swing tree的话 我是不愿意 但是如果 短线的swing tree 那种一两天就撤走的话 我这个倒还可以考虑 OK 这是我对阿里巴巴的 看法吧 好 下一个说一下CYBR CYBR的话 这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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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留言 这位网友是说 我看看 你是说要不要撤掉 CYBR CYBR OK 那个 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做 security software 做这种安全的 什么防黑客的 网络安全的 这种软件公司 我老实讲 我是不考虑的 我是 就是如果按照 长期拥有的话 因为对这个行业 我觉得竞争很激烈 我比较喜欢 重工业的 重工业的 这个板块 我是觉得怪怪的 感觉 就是 cyber security 我不是很喜欢 还有点就是 大家知道 我手上有个叫雷神 雷神 他自己 雷神也是做 也有 也有很大的一个 业务 是做 cyber security 所以说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 未来他的竞争对手 很多 当然我确实看了 他公司的业绩 好像有看了 简单的看看 过去几年确实都是在快速增长 那么你是说你是在102块这里买的是吧 如果是短线的话 老实讲 如果是短线的话 我就测掉了 我觉得这一代 如果是我的话 我短线的话 这里我就测掉了 但是你既然说 你觉得你对这个公司很有信心的话 那你就继续持有吧 我当时光从技术面来说 像我一般来说 测的比较快 我个人是测掉了 但是你如果说对这个行业 或者说你自己本人就是在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上班工作 那么你就比我知道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很多行业我并不了解 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司 有深入的研究 你觉得未来有前途 而且你觉得他的 他的这个接下来的业绩 还能够保持快速增长 那当然是没有必要卖掉 是吧 所以说这里就是我们 我们的 我们就是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知道的东西不一样 我对这个公司没有很深入的研究 我对这个板块 就是叫互联网安全这个板块 我也不是 我不是很了解 这个板块我本身也不太喜欢这个板块 我觉得这个板块竞争特别激烈好像 就是说他可能涨也涨得很快 但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他降也降得很快 所以我不太喜欢做长线 这种类型的股票 OK可能我没有太多的答案 但是我回想起来这个股票之前确实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弹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大概是在这里买进去 这里就卖掉了 我不会等到他业绩报告 我不会去做突破 我就做这一段就可以了 我就做这一段 这一段我不会做了 OK 我只能知道这些了 我不是知道 OK 我只能知道这些了 下一个说一下Sysco Sysco的话 业绩报告 我看看 其实还好 你知道吗 业绩报告也不是很差 但是他的CEO说了就是很悲观感觉 就是说说什么他说到很多公司的很多企业 他的订单最近不太不妙 就是说很多什么我们的订单不妙 我没有什么 但是大家看一下他的他的revenue revenue其实还比上一年相比还增加2% 但是 公司的CEO说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们的很多大的客户吗 订单正在减少当中吗 product order product 这个是订单的看价 是减少了4.4%吗 enterprise减少了5% commercial减少了5% service provider减少了13% customer segment 你看基本上全部都下降 我在想我个人可能是他卖的东西变贵了 但实际上客户的 真正意义上客户的订单正在减少 所以说 ok我只能讲这些 这个公司好像 ok我看看股价了 但是这里有个好的事情是 他说 2020年的最近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季度吗 就是业绩报告 最近的三个月吗 他这个公司总共买了 买收回吗 收回了多少 买回了 1600万股 总共是花了 7億6800万 他们买回来的平均价是多少呢 是48块9毛利 ok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说这个公司的话 我觉得短线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他这个公司正在把股票 buy ban 我非常喜欢buy ban 所以说 我原来其实倒没什么兴趣 我看了看他那句 就是看了 看了这一段 看了这个信号之后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这个公司在 oh wow 大家看一下 这个 我在 这里 这段话 关键啊 approximately 12.7 billion remaining authorized funds in repurchase program ssn 哇 这个不得了 他现在就是说 现在手上还有 127亿美元 捡备 在 收回股票 repurchase program 还有127亿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 所以说 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对这个股票感兴趣了 我之前 我刚刚做这个视频的此时此刻 我才注意到吗 呃 所以说 我觉得看看他能够什么时候 哪一个绿色的 回来吗 然后 可能会涨财 我觉得几率很高 呃 因为他这个公司已经 说得很明显了吗 他正在收回股价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哪一天 价格能够能够降到这一代 就是一 如果能够降到 呃 40块左右 那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如果这里 如果价格 如果能 能到 能降到这里的话 我个人都考虑要买长线的 OK好 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 最重要的信号 就是这一段话 呃 大家自己买不买 自己看着吧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我看看什么时候我考虑会 会买进去 但是有可能明天就已经开始反弹了 我们看看 就是要至少等他反弹的时候 不要 呃 不要就是 一直探底 呃 好 就讲到这里吧 还有另外一个讲到 问题是关于 我对推特怎么看 我顺便说一下比亚米吗 其实 比亚米 我我其实本来没有想过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对比亚米啊 这这个问题是说 长期 你问我这个问题是说 如何长期看这个比亚米 我对比亚米啊 是完全没有任何兴趣的 我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产品也没有特色 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做 你不像 呃 有些服装的品牌吗 什么赖克是吧 你穿起来有特别感觉 但是你如果去沃尔玛 你去Cisco sorry不是Cisco 你去Costco 你去Sense Club 买东西 你会去特别去去 故意去找比亚米的吗 就是打比方吗 如果说 你在柜台里面看到 这些是人造肉吗 你难道说 我想我个人认为一般人都是 看到人造肉就买了吗 就不会说故意要去找这个牌子 像我平时买在沃尔玛里面买 买食品吗 或者说买猪肉牛肉这种东西吗 我不会去关注这是由哪一个来自哪一个公司做的 知道吗 我我就是看到我就手就拿了 我不一定不会说 哎呀 这个要来自哪一个哪一个特殊特别的农场 或者说哪一个特别的公司做的牛肉或者鸡肉吗 是吧 所以说这我我个人这是我个人 这至少是我个人的体验吗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 也不会说我一定要去找 比亚米这个牌子的人造肉 我个人认为是一般人是不会很多人不会去关注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比亚米现在已经在亏钱了 大家知道现在比亚米是不赚钱了 是亏钱了 OK 所以说以后他的竞争对手会越来越多吗 其实我是不看好这公司的 产线我是完全没兴趣 另外一个是讲到推特 推特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感觉这个公司它的产品 我不太喜欢吧 因为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就像跟那个snapchat一样的吗 因为我觉得这些新兴产业吗 我这是我个人评价 我不太喜欢 我不太喜欢 但是相对于比亚米 推特现在这公司 他已经在赚钱了 这是至少一个好的现象 我倒是考虑短线投资了 如果说推特价格能够能够降到26块6毛这附近吗 我确实会考虑 会考虑买进去 就是做一下吗 目前的话我还当时不想买 长性的话 我现在此时刻没有让我感觉很想 很想 没有理由吧 我只是这样子想 基于其他关注股票的话 OK好 现在就做一下简单的回顾吧 回顾一下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 这个trainview的情况 很顺利啊 非常顺利 今天的话单子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亏 增 今天下一次增加 今天又增加了一个 AXP AXP这个单子加进去吗 AXP 现在已经涨了一些了 然后是涨了6.26.45 然后 昨天的三个 表现的最好 是Lowse 大家看一下我Lowse Lowse从这里进场 现在 怎么搞了 这里进场吗 现在已经涨到这里 非常非常接近目标 我估计 我基本上可以百分百确定 明天能够达到目标 明天的话 大盘涨了 所以说明天开盘一定涨 我是说 这个涨幅的话 多少能够 增加 86 能够增加86 也不是很高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看一下 能不能够再移上去一点 没办法 因为现在已经盘后了 没办法 要明天早上才能够移动 算了 这个就只挣80多 这个不厉害 下一个是KMI 今天的话 KMI反而下降 表现的不好 然后是GS Golmense Golmense 是昨天 今天的话 继续保持上涨 现在是 Open Profit 是119.47 现在Equity 这里是9927 快要一万的 这里 之前是 已经增加了 1200多的 这里 非常的 总的来说 非常顺利 Ruby 的话 最近 这个是 Web Ruby 最近 表现一平平 基本上 我看看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话 主要的涨幅 是 我的 就是 我跟大家讲一下 回顾一下 这个历史 非常的 非常的 可恶 今天在这个地方 直升 后来 就涨 才 所以 我现在 回想起来 我今天 下次 能不能够 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因为有时候 我像我们做 SwingTree的话 有时候 你要做其他事情 然后没有看盘 所以说有时候就漏掉了 像今天 我的GILD就漏掉 因为是10点半以后 前天的话 我这个IRM 我当时被止损 马上买进来了 但是呢 GILD今天就没有买回来 所以说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失误 后来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大概是2点半了 已经价格已经涨到 这个地方了 涨到62.6级 所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 涨了太多了 如果在这里还考虑 但是在涨到这里 我当时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说 这里 我在 反思 TXN My God 表现好差 不过 TXN 在这里 有天反弹 已经回到了 Sport附近 我估计能够 我看看 能不能够找到这里 然后 PLD 今天表现不错 还有IRM 这个也表现不错 我看一下 手上有什么 对 对 还有 IM EXC 我等一下 我看看 对 基本上就这样 今天还好 今天还好 有IRM 跟帮 我帮了一下 还有PROD 不然的话 今天就亏了 OK 我们就继续观察吧 那一刻 今天表现的 没有什么变化 好 差不多就讲到这里 我看一下 还有就没有简单 简单的跟他讲几句话 我今天我发觉 其实我不想讲太多了 我正在看到这个微布偶 我看一下 我发觉微布偶 这个DESTA版本挺不错的 可以挺方便的 看图 可以四个图吗 我的确定 都不可以 我确定 我这个 我这个 现在确定 已经是付费了 知道吗 只有 他只给我两个 你看一下 我如果按三个 就要另外再加钱了 但是这个 确定又可以 可以一次性 可以 可以多少 可以九个 以后 我看一下有机会的话 我看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我 我现在就是 用的还不清楚吗 这微布偶 功能很多 他这是 他的DESTA版本吗 你可以到 他的网站里面下载 我还不是 我还在研究 怎么用这个 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功能很多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一次性 发九个股票 我觉得 如果是做 日内交易 或者说做 day trading 挺好的 我在 我在 我还在 还在想 研究当中 OK 好 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收看 我们再 再看看大阪 什么情况 好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收看 记得点赞 还有 点赞订阅 分享 还有点小铃铛 好 祝大家有个 愉快的周末 拜拜 拜拜